前段时间,女团Deep Friend成员出身的银河、姓菲、炎智三人正式以女团Vivis出道,并发行首张迷你专辑Beam of Prism。 据悉,曾经在韩国以刀群舞、倍速舞、宏极一时的女团Deep Friend因合约到期宣布各自发展。 不过,成员银河、姓菲、炎智三人于去年10月签约统一经济公司Big Plant Made之后,就传来他们三人将以Vivis之名重新开启活动的好消息。 Beam of Prism在发行之后,主打曲Bubbub就登上Bugs实行排行榜榜首位置,着实算得上是好成绩。 主打曲Bubbub是拉丁风格的节奏,和Disco结合的混合曲风,MV更是突破了前组合时期的故事风格,多了一丝趣味在其中,色彩的搭配也更为突出华丽,饱和度更高。 众多魅力十足的Vocal融合在一起,完整地展现了Vivis独有的鲜明色彩和音乐风格,让粉丝耳目一新。 而对于重新出发的感想,成员信飞表示,我们第二次出道比起练习生时期准备出道,我们准备得更加努力,想着要做好准备和练习。 接着补充道,可能因为是出道过一次的人,所以有种知道什么的感觉,因为要做得更好的负担感,所以经常说要比努力做得更好。 银河紧张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情,他表示,因为很满意我们准备的,所以三分钟前还没有紧张的感觉,但是一想到马上就要给大家看,真的很紧张。 研制说明道,因为一直认为我们走了一条很好的路,这次想走得更帅气一点,所以更坚实准备了,因为有了不留遗憾的想法,所以磨练了实力和心态。 提起组合的名称Vivids,成员们解释,组合名是英文Vivid和Dazed的S合成词,意味着要成为无论何时都能堂堂正正地表现自己特色的艺人。 除此之外,也是取自成员银河、姓菲、研制、名字的缩写,因此对名意义更加深远,而且组合内没有单独的队长,理由是依然把GFriend的前成员所愿当成队长,所以不决定站位和正式的问候方法。 在需要打招呼的时候,就定为站在中间的成员发言,因为是三人组成员不多,再加上都有很多年的活动经验,所以即使没有队长也不会影响运营。 当天,公司为Vivids成员准备了一个惊喜,突然在直播途中送上了三个可爱的小蛋糕,而蛋糕上都放了花朵,最后成员们决定通过摘花瓣的方式, 决定第一张专辑的班长,例如摘下第一个花瓣的是岩智,第二个是银河,第三个是信飞,这样以此类推,最后一个摘下的花瓣是银河,所以这次专辑的班长就是银河。 同时,官方也公开了粉丝名为Navi,等同于蝴蝶的意思,蕴含着希望粉丝能和Vivids一起美丽地飞翔。 在GFRIEND的世界观里,蓝色蝴蝶也一直是重要的象征物,经常出现在以往的歌曲概念或MV之中,所以也让粉丝们相当感动。 南韩女团GFRIEND在五月份宣布解散后,时隔近半年时间,她们六人在工作人员的婚礼上合体,并释出了多张聚会照,让粉丝看了相当欣慰。 当天,她们一同出席工作人员的婚礼,并担任演唱著歌的嘉宾,选唱了经典代表作Megaster's 2,现场演唱实力不减。 她们亮出轻亮的高音,现场片段曝光后,让不少网友看了感动直呼哭了,没想到这么快就能看到合体等等,讨论度相当高。 婚礼结束后,团员们也纷纷晒出聚会合照,其中,严智在IG上传了六人团体照,写下,下次我也要跟大家一起留到最后,今天不要玩得太疯,早点回家。 而玉珠、瑞玲、索怨、信妃、银河则分别晒出了一起留下来小酌的照片,可以看出,六人虽然未能以JFRIEND的名义继续活动,但深厚的感情依旧。 近期,时隔三年,Mnet宣布,继续推出热门女团敬演节目Quindom 2,并公开了新一季的主持,将由少女时代的主唱泰妍接棒。 目前,官方公开了Quindom 2的首播时间将会在3月31日的晚间21点的20分播出,以女王回来了主题吸引众人的目光。 此外,有媒体透露目前最有可能参加节目的四组女团,分别是以Rolling逆行爆红的Brave Girls,由JFRIEND的三名成员重组的全新女团VIVIS,每推出新歌都人气爆棚的Easy,出道仅一个月和实力不容小聚的新人女团Kepler,不知道VIVIS会带来哪一些全新的舞台呢?